我是看到臺灣區這個帶領人是陳寧久 所以我就心甘情願的投了 但是我最難過的是什麼 我我什麼情場賭場兩四億 看別人出事又好了 真有你的 呵呵不是啊 我玩的就是真學上車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就是證監會 在這個9月13日 所發出來的一個聲明 首先就是JPEX這個網站 它是無牌公司 以及可疑網站名單 被這個香港的證監會列入這個名單 OK 以下這些東西大家都不用看 任何干犯有關罪行的人 依經公訴程序定罪 可以罰款超過1000萬元 以及監禁10年 這個JPEX這個案子現在到16號了 已經暫時接到83人報案了 涉及的款項超過了3400萬元 完蛋了 我的錢也沒有了 剛剛那個幣值是港幣 這個罰款幣值也是港幣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 並不是說JPEX到底還沒有救 要怎麼把這些錢救活 因為在我看來 這些錢 1000%是拿不回來了 交易所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九十九了 這個我這個幣圈小白給一個猜測 就是百分之九十九呢 是一定 沒辦法讓所有人去提領 他們在平台裡面所有的款項 我是看到台灣區這個代言人是陳寗九了 所以我就心甘情願的頭了 所以我這些錢我也沒救了 JPEX宣布台灣知名藝人陳寗九 正式成為代言人之後 並與其他加密社群YoloCat Club 達成合作夥伴的關係 JPEX會推出一張Visa的卡片 OK 那但是在不久之後 這個Visa已經接獲 關於多個JPEX Visa卡有效性的查詢 特此聲明 JPEX目前不是Visa的合作夥伴 他們自稱是日本加密 這個日本虛擬貨幣加密貨幣的交易所 我幫大家順便翻譯了這則新聞 最近我們不斷收到各種的詢問來源 涉及比特幣虛擬貨幣加密貨幣的公司 這公司與我們的公司名稱 徽標等等有點類似 請注意上述的公司跟行業 JPEX Exchange Group INC也就是JPX 所任何的附屬 其他公司沒有任何的關聯 陳寗九曾經在去年1月的時候 已經有發行過NFT了 也就是剛剛我們所提到的YoloCat 是在去年1月的時候 那詳情是不是割韭菜呢 這個就是見仁見智了 也就是陳寗九有買這個NFT 可想而知陳寗九應該對於NFT 是有一定的了解 前面這兩個就是陳寗九所持有的NFT 但是有趣的事情 JPEX裡面的NFT 它是並沒有上任何的區塊鏈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點進來陳寗九的NFT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詳細資訊裡面 有一個合約地址 可以找到 種種有的沒的 那沒有上區塊鏈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NFT它是透過智能合約 去證明它的擁有權的 那這一些NFT在沒有智能合約 沒有上區塊鏈的狀況下 以我的認知 它就是一張JPEG 你是沒有任何的版權 也不是這個NFT 所謂的NFT的持有人 陳寗九在已知JPEX 已經有一些負面新聞的狀況下 依然接下了JPEX的代言 同時他作為一個曾經推出過 了解過一切NFT上架流程 所有的智能合約等等 首先當然我的錢拿不回來 那都算了 我相信陳寗九 以及鍾培生會站在我前面 但是我最難過的是什麼 怎麼可以陳寗九 情長獨場 兩得意 我怎麼情長獨場 所以NFT呢 你可以選擇 一個主要做一個 我也要選擇 到